我最后一个发言 董言林 好 我们先欢迎我们董言人 董医师 董言林 是 掌声鼓励 我们的主席还没有来 我来演一下各位学者专家 大家下午好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 吃饱了就有精神了 马上要开讲的是我们的洪安洪博士 洪教授和我是老朋友 他这个学贯古今 他身在台湾 他在大陆这个大学的教授 但是最常去的是山东大学的教授 他经常到大陆去讲学 非常有学扬 做人做事都是基本的 我和他认识二三十年后 感觉到他做人也是可以做的 做事做学问都会成功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给他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 好 谢谢董事长 董事长 董医师给我的称赞 我知道大家都吃饱了 但是呢 我们人已经跑了一半了 所以在下午的讲座 总是会影响一些情绪 今天我想跟各位来报告 我在医疗过程当中 另外的一个我个人的心得 但是这个心得其实呢 在我们的老祖宗的《易经》里面 已经给我们很明确的一个指导 但是呢 去运用他的人不多 最起码 在我们今天的现场来说的话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所有的论文 但是就没有我现在所要讲的 这个题目的论文 所以呢 最起码就是说 我今天能够向大家 来从一个另类的角度 来看看医学的发展 医学的发展 我要讲的题目呢 叫做 《侦测疾病性质的性命密码》 《性命密码的疾病性质密码》 这是我本的 那是我写的字 还可以吧 可以 好 下一个几章 我要讲个什么 先让大家知道我要讲什么 第二个 《性命疾病的信息密码》 这是我过去的一些著作之间的部分 好 下一章 好 下一章 那么我们侦测疾病的方法 我们有主流的方法 也有意义的方法 主流的方法是幻闻问切 意义的方法是八字 或者是性命密码 那么今天的主题 不讲八字 我来讲性命 好 下面一章 性命密码 我们要先了解 性命的结构是什么 而且什么叫做密码 密码的态念是什么 好 下面一章 好 性命的密码 性命的结构 它有四种结构 好 下面一章 好 这个也是性命的结构 有四字三 四字四 好 再下面一章 好 性命的密码 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的是什么 就是密码的内涵 第二个要报告的是什么 密码的疾病性质 好 在下面一章 好 那么这个密码的内涵 密码的内涵 它有五大个密码 那么它 我们再回到前面一章 回到前面一章 这个密码的内涵 它可以谈到些什么 就是性命的密码 它可以谈到多少 它可以谈到一个人的事业 它可以谈到一个人的爱情 它也可以谈到一个人的情绪关系 交友的状况 当然财富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 光是他的名字 就可以断定他这个辈子当中 可以赚到多少钱 可以亏多少钱 我曾经在大陆 面对了两千多人的演讲会 我断定顶讨 也就是康师务一定会倒 我讲了不到半年 果然倒 现在疾病的信息 今天我要报告给你 再下面一章 那么五大密码 这个性命的密码的疾病信息 可以从五个方向 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 第一个叫做树里 第二个是三财叶子 第三个是五习 第六个是六格 第五是性格 从这五个方向 可以找到一个 有极定的信息 就是极定的消息 或极定的记号 或极定他的预兆是什么 下面一章 古道密码 树里的疾病是什么 再下面一章 树的疾病表 我这边有个表 再下面一章 三财叶子疾病信息表 再下面一章 有这些 再下面一章 五行所属的病症表 下面一章 从这里面都可以找到 这个人他是五行是什么 马上可以断定他有哪些病 再下面一章 五行相克疾病的病症 刚刚是五行的病症 现在是五行相克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 疾病的性质 再下面一章 在这里面都有 这从疫经里面得到的资讯 再下面一章 六格 六格有我们的性命 有天格 有人格 有地格 有外格 有种 这一共六格 这六格当中呢 他俩就能够显示出来 这个人他会生什么病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从1960年 我读大学一年已经开始 我就开始学习疫经 在疫经的领域里头 我当初也仅仅限于手 也仅仅限于说 对于人的命运的哲学问题 但是到了三十年前 我才开始觉得说 他不值得对我们的命运 生命运气 他的提胸部有影响性 或者是有一种预知性 预侦测性 但是对疾病呢 还更有值得我们来研究 而且得到这个讯息的地方 文字我们都略了 再下面一章 还有呢 性格的灵动的疾病信息表 这个我都略下来 然后再下来 再下面一章 再下面一章 有啦 有啦 那么性格有密码 我刚刚 大家 各位 刚刚对这个问题 会不会有点新鲜感 有 有没有新鲜感 有 有喔 太好了 今天我就达到我的目的 哈哈哈 该学呀 因为你们为什么不学呢 你们为什么要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跟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因为我讲 讲的时间只有十分钟 所以我不能长篇道路 大家都不能介绍 我只能告一告一告的告诉你 我们这个性命的密码 跟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这么息息相关的东西 但是 都被大家忽略掉了 还好 有我这个人去注意到 大家给我鼓掌一下好不好 这个东西啊 都在我个人写的一本书 叫做《姓名的一生》 《姓名的一生》 我应该好像有在 看《姓名的一生》 在看《姓名的一生》这本书里面 我对于疾病信息的问题 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本书之后 你就能够断定这个人 他的身体健康状况 预测性 以我的经验 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市面上还有卖吗 台北的书籍都有 听说大陆也有人已经开始在翻译了 因为我上海还有广州的学生 有给我提到 老师我在广州买到你的书 我说怎么可能 这个可能性不是盗版 是不是盗版 下面一章 这个姓名 密码来侦测 我们这个疾病的信息 它有三个特色 第一个 我们不是万文问切吗 是不是 我不是万文问切吗 万文问切 姓名里面 我们也可以从姓名里面 我刚刚讲 竖理 三财变质 六格 性格 女性的性格 也可以证断这个人的疾病的状况 那么因此呢 我们如果说 因为我们学了这个姓名学的密码之后 你就能够得到三段特色 之一就是什么 你成为一个什么 妄真的高手 妄真的高手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告诉你 我这个表都累了出来 你从这个表里面 你大概名字 你来诊病 你来看病 我个人在香港 在新加坡 在台湾地区 一共职业三十年以上 中一个学历 中三十年以上 那么我经常都是用姓名学的 我就已经知道它大概是什么病 然后呢 再透过问 然后再透过切 我跟你讲 这个吻合性很高 有时候啊 你还 它还没有讲的时候 你就讲出你会得什么病 我跟你讲 会把它吓死 你等于是神医啊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如果它的五行它是属于土 好 已经实验到了 已经在简道了 好 如果实验是属于土的话 我跟你讲 木刻土 土 你可以保证 它就是有胃肠病的问题 我跟你讲 不会有问题 你还 它还没有告诉你它胃痛的时候 你已经告诉它胃肠病 所以呢 它已经是胃肠病 准的不得了 你要给它吃 我跟你讲 那个效果更好 为什么 这是心理问题 人 有时候治病也要治心理 大家同意吗 同意 所以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跟治病的角度 我们同时在一起做 我们的治疗 公欲善其事 必先一起去 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在我讲 它有三大课说 有三大课词 是绝对大家值得大家喜乐 大家觉得学习的 大家觉得是不是很新鲜的一个题目 是 如果愿意的话 请看下面的 再看下面 好 那边有电话 0928257133 就是我的电话 你可以跟我联系 也许我们有机会合作 谢谢各位 祝各位身心健康 大家回去平平安安 谢谢各位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 洪博士精辟的演说 好 接下来 我们来进去下面的 由宋和泉 今天 李市长为我们讲解 川西年临床最起的成分 谢谢 谢谢 谢谢